同學調酒架式時主在大學觀餐學院同學參加 2022亞洲太平洋聯盟國際邀請賽 每夜交流禁忌忌美傳藝術美學 是勇奪兩金一銀一銅的好成績 因為我們是做烘焙 我們是烘焙計銀條 所以我們有做吃的有做喝的 那也因為俊華老師的關係 所以在他的銀條課程中接觸到調酒 然後也在他的帶領下慢慢就是比賽 然後希望在未來能夠朝職業的調酒師發展 另外試酒師扶琴夏慕榮獲金牌的參與系大三生國已經表示 試酒師在幫客人點餐時會推薦試用他們當天點了主餐的酒 為了參加比賽他反覆的練習如何在客人面前服務 很開心能夠獲得評審肯定 試酒師在點餐的時候 會為他們介紹他們今天主餐的適合的酒類 那會有再跟他們介紹年份 然後葡萄品種 然後莊園然後跟產區 醒酒的過程會增加紅酒與空氣的接觸 然後讓紅酒變得更為柔順 那顧客有更好的用餐體驗 值得老師陳俊華說 帶大學全方位的始作教學 培育學生成為具跨域整合力 和國際移動力的參與產業人才 他也鼓勵學生發展多元的專長 透過參加競賽提升技術與臨場的反應 學生累積的專業能力 也有助於他們未來進入大型飯店來就業